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趣的梦幻成长故事吧 小庞和詹姆斯的爱吃东西篇 小庞 你也要分给詹姆斯吃哦 小庞 詹姆斯也很想吃了 就因为小庞太小气了 导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大事件 如果一开始就分一半给詹姆斯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 哎呀 还不管它会不会生呢 詹姆斯狼吞午宴的吃着双起零 下次一定要分给它吃哦 小庞 两个小家伙 真的不晓得已经大难临头了 只顾着抢着狗吃 啊 被咬掉了 整根都被咬掉了 没有了 看来小庞和詹姆斯特地去帮惠美买蛋糕 所付出的努力 惠美她是完全感受到了 虽然蛋糕已经撞烂了 不过这年的生日对惠美来说 并是永生难忘的 小庞竟然用嘴巴咬住了瓶带 胜利地把弹珠给压下去了 太好了 不过小庞 弹珠汽水里面 因为卡了一颗弹珠比较不容易喝到 你要小心一点哦 小庞竟然以绝妙的角度 轻而易举地喝着汽水呢 小庞 你不分一点给詹姆斯啊 嘿 她分给詹姆斯好了 小庞 弹珠汽水都滴出来了啦 你们两个人都喝到了蛋糕汽水 小庞先拿牛肉条给詹姆斯吃 真的是好体贴哦 接下来给小庞吃咯 好好的把香蕉皮剥掉 看来他们两个肚子都很饿了 能够顺利把便当送给爷爷 小庞落出了满意的神情 小庞和詹姆斯 第一次去任务总在成功了 然后 小庞也拿了一块给詹姆斯吃 小庞真是体贴啊